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要身体好 蔬果不能少 节目一开始 先来看看 今天有哪些蔬食的健康资讯 要跟大家分享的 现代人重视养生 蔬食生活也逐渐成为流行的饮食观念 为了照顾员工 有越来越多的公司行号 将提供素食餐点这件事 列为公司的福利政策 老板到底动机是什么呢 成效如何 稍后告诉你 还有我们要分享 北方菜餐厅游婚转素的故事 前后七年的努力说服和转型 经营者所为何来呢 遭受过哪些冲击和挫折呢 知名的股票上市公司 大成钢铁 为了推动素食 花费巨资新建600平的 员工素食餐厅 希望可以让员工 中午在厂区内 可以免费吃到饱 剩下来的饭菜 公司还鼓励同仁可以打包带回家 有位女员工就很开心地说 老板真的是佛心来的 餐点五星级 荷包五星级 在企业组织内推动素食 是需要一些方法的 一起来看看这样的企业文化 是怎么建立的 宽敞明亮的环境 舒适整洁的气氛 感觉就像是饭店餐厅一样 这里其实是钢铁工厂的 员工餐厅 进入这里 可是要换一下鞋子的 我们公司特别在这个地方设置了一个脱鞋的那种换的地方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工厂 那工厂的员工因为他属于制造机器所在的位置 鞋底容易沾比较重的油污 那这一个带到餐厅里面会造成食物的污染的几率会比较高 所以特别我们总经理就要求大家在进入餐厅的时候换一双拖鞋 那特别他有提供每一个人一双免费的 只要是我们的员工都有提供一双免费的拖鞋 所以你就看每一个柜子里面 他依照男生跟女生会提供你不一样的鞋子 那让你来换 只要你来报到的第一天 他就已经按照你脚的尺寸提供你一双拖鞋 还有一个餐具让你来使用 厨房里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碌着 因为要打理好几百位员工的餐点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况且除了吃得饱 公司更要员工吃得好 我们的做法是希望我们把餐厅用餐的环境做好 把我们的菜做得很轻实 这样子来吸引我们所有的员工来吃 甚至于我们谢总来特别交代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吸引员工来吃 那是我们自己没有把菜色做好 那我们在这样子规划的过程 我们会先把菜色给做到更好 那请员工来试吃 吃了一次以后 然后他慢慢的就会喜欢上这样子的食物 那婴儿能够让他进到下一个阶段 他很愿意每天来吃我们的素食 大城钢铁董事长谢荣坤为了鼓励员工吃素 从2011年4月开始免费供应素食 四个月后他决定加码 打造这一间五星级的员工餐厅 我们的车钢铁董事长来 不是说只说在我们的提供办公室 我说既然要请外公吃 要让他吃得更欢迎 所以我就请台人最好的餐厅来做就对 我说这样好 不如再来给他开一个 再给他收拾 所以财贿就说花了六千万 我们不只有说我们的这个菜色 我们就去变化 六十道菜 反正我自己本身要请国外 全世界最大的客人来吃 我都不不好意思 那样的 我们的人家要来我请我都不不好意思 大理石的地板 舒适的中央空调 让进到餐厅的员工 都能够洗去厂区工作的闷热感 为大快朵铁做好准备 而持续保温的餐台 则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吃到热腾腾的饭菜 那这个餐台底下我们有做隔水加热 所以它本身在加热的过程 它不会有交浮的感觉 你看到现在我们已经有慢慢的会有员工 他们就先来取餐 不只装还好 餐厅里的菜色也是经过特别设计的 甚至连一般只会出现在饭店里的生菜沙拉 在这里也看得到 包括订货的话 前置做要三天 然后现场的切菜洗菜 大概六点半就进场准备了 春夏秋冬每一天的那个汤品 那个能饮都会随着季节来做搭配变换 应该是六星的 是 原则上我们现在希望提供的是一个 蔬食养生的观念 所以我们目前为止是朝五蔬果的观念来走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有很多种颜色 也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让我们的员工 每一天至少能够吃进五种不同颜色的蔬菜跟水果 那目前为止这些生菜沙拉 那让每一个员工都尽可能能够 按照他的需求来取用这些生菜沙拉 不仅菜色应有尽有 员工还可以在电脑里点选菜单 选择自己想吃的 这个系统主要就是说 我们让员工在我们的系统上面订餐 然后根据他订餐的资料 我们作为下个礼拜 我们采购的数量以及日期 订餐系统为的就是说我们要计算我们每日的生产的餐点要需要几份 那如果你是到现场吃的你就点在这两个 如果你是工厂你需要包便当的你就要在这里点 刘志宏告诉我们公司并不会强迫员工吃素 董事长谢荣坤希望做到的是把员工餐厅做到最好 让员工们自己喜欢上蔬食 持续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这样子独特的素食幸福企业文化也慢慢形成了 所有来到大成钢铁餐访的来宾 大家都在素食餐厅用膳 这样一来也为公司省下了很多印酬上的花费和时间 而谢荣坤以员工餐厅推速的影响力还不是只有这样 员工们是如何改变的我们接着看下去 中午十分员工们纷纷来到餐厅用餐 必须坚守纲位的同仁也可以从餐厅打包便当带回去 大成钢铁的员工的确幸福百分百 我们其他部门的姐姐们 他们就会带回去给他们的小朋友 或者是他们的公伙 其实而且有的员工还会去给一些比较弱势的团体 他会就顺便带去给他这样 其实也是变相做工艺 我觉得以我个人来讲算是很成功 有些菜色比较丰富的他们也会说 还有没有这样子 还有没有 就会再期待下一次这样子 除了员工享用之外 大成钢铁的员工捐属也同样享有这项福利 只要在电脑中登录 公司就会准备的妥妥当当 除了照顾我们自己的员工以后 我们总经理特别有交代 我们要除了照顾员工 要考虑到他是不是有那个需要 他中午必须包便当回去给他的家属 所以我们特别有一栏是称为眷属 如果你今天登记了三份要给眷属 你就可以包三份的便当 回去给你的家人用 就是说假如今天你需要包回去 给你的家人吃的 不仅仅一份 你可以订到无限多份 那只要你订了我们下个礼拜 你用餐的时间 我们就会按照这个量 生产给你带回去 正因为这一份将员工与眷属 视为家人的念头 谢荣坤甚至连打包的容器都有要求 我本来在做这些 都不是说要去跟英雄生产的 我都只是这种是证说 我感觉不错 但是我一定做得最好 还不给你收钱 还做得你可以 担当给你们别人不吃 甚至担当给你们出品家人不吃 没人吃都给担当给别人不吃 但是欧洲有一个要求 你如果要担当给你们别人不吃 你给我担当的品質 谢荣坤说两年下来 餐厅的僻件除了让员工 有了健康的饮食可以享用 在无形中也减少了 许多生命的消失 你看我一天有六八的人 像是不管外观天 还有外面有小孩 这个就人家这样 我过去差不多六八 你六八的来说 你一百就五天 一天刚才五十月 你如果一般 本来就吃粉的人 你如果有鱼 肉 还有一个蟹 青菜上也有三个粉的东西 你买了六八的人 一家买饭五天 一当五十月买饭 他一档三个粉的 这样我买了 我刚才那个这个 刚才差不多应该一档了 刚才减少五十万的鱼 此外为了更加的习福爱物 大臣钢铁也将市面上 卖向不好的食材 拿来充分运用 他们给了他一个特别的名字 叫他习福菜 我们推广许多生菜 有机的生菜沙拉 那我们也把一些习福品 所有的习福品 就是外观比较不漂亮的食材 来运作在我们的日常的午餐上面 那这一部分员工反应也很好 就是说我们吃一样的口感 但是我们吃到比较好的东西 谢荣坤说 两年的蔬食生活下来 让他在思考与判断方面 有着相当显著的改变 我当我用这样两年来 对我整个身体 整个想的事情 改判事情 出事 面对事情 要做判断的时候 我感觉都很大的改变 所以因为我本人有这个感受 我相信应该 我感觉就继续吃了 我相信他们一定 他们到有一天 一定会跟我完全 是一模一样的 在每一个细节中用心 打造了大城钢铁的 五星级员工舒适餐厅 而餐厅也在时光的推移中 更加紧密地连结了公司 与员工的情感 让幸福与健康的转变 在这里出现 参观完大城钢铁的素食餐厅 接下来我们要学一道简单的料理 请看妈妈不知道的事 好 我们今天来教大家做一个黄金炒饭 那黄金炒饭呢 我们可以利用隔天剩下来的白饭 将这些白饭呢 放在甲铃带当中呢 放在冰箱里面 那冰箱里面到隔天之后 我们把它取出来 你会发现这些的米饭呢 是粒粒分明了 所以这是做黄金炒饭的一个关键 然后现在将呢 这些的白饭 放到碗中 好 我这边有一颗蛋 那蛋的部分呢 我们将蛋黄跟蛋白 做一个分离 好 我们将蛋白呢 放到一个双额碗中呢 将蛋黄移到 我们刚才的白饭当中 好 那我们把它迅速的 好 把它拌匀 那你主要有一些部分呢 米饭是没有粘锁到 蛋黄的部分呢 它看起来就没有很完整 好 这时候我们充分拌匀之后呢 我们起锅 加入一点点的玄米油 好 我们很迅速的呢 将蛋白 炒熟 好 这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的蛋白已经熟透之后呢 我们再将刚才的 米饭放进来 好 放进来之后呢 我们要很迅速的将米饭 整个的拨上出来 拨上开来 熟透之后呢 紧接着加绿色的花椰菜进来 好 这时候我们的白饭就完成了 好 很轻松很快速的完成 我们的黄金炒饭 对于刚刚接受素食或蔬食的观众来说 每一餐饭每一口食物 似乎都是素食和荤食的拉锯站 国际知名的保育学专家 曾古德他发现 饮食的选择足以影响地球环境的改变 提出了 食物就是力量 吃可以改变世界的这个口号 呼吁大家要多吃素食 游婚转素 对一般人来说 可能只是饮食习惯的改变 转个身 转个念 或许不算是一件难事 但是对一个 持民中外十几年的知名餐厅 要游婚转素 难度就像是大船掉头一样 牵涉到的范围就非常非常的庞杂 推动者的动机 遭遇到的困难挫折 如何在最后成功地重塑老招牌 这个过程是值得与你一起分享的 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故事 中午时分 这家餐厅里作物虚席 虽然现在这里只供应素食餐点 却一样能够吸引客人 这家餐厅 过去以精致的 玉膳点心文明 但十多年前 精英者尹大淳的母亲开始如素 这也让餐厅在体质上有了转变 据您所知 金兆也是一个很老的一个店家了 当时在改素的时候 是有一段心路历程的 就是因为我的母亲吃素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理由 就是因为妈妈吃素 所以我们就在2000年的时候 就把它完全都改成为素食的经营 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困难的 可是一路我们坚持地走下来 尹大淳告诉我们 转型的过程必然是艰辛的 特别是对老字号的餐厅来说 单以顾客面而言 有很多人基本上是从小吃到大的 对于店里的点滴 总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 其实做餐饮非常辛苦 压力很大 可是有的时候 你看到客人 他从小吃到大 然后从国内吃到国外 他回来就必须要找寻的童年味道 这些也都是我们坚持走下去的原因 那有很多人讲说 我回来就是要来进照影 那你看我们那么多的客人 在我们门口还要驻足留念 还要拍照留影 这些都是我们的原动力 那一个品牌的维护很不容易 那有很多的 后面支持的很大的一个推手 就是我们的客人 非常爱我们 此外 过去多年来 所建立的口碑 也让许多荤食的朋友 一时间往往无法接受 这样的转变 其实这样的客人 也不在少数 然后看了很久进来之后 他一坐下来 他看完了菜单 看完说 没肉 还真的就出去了 那这样的客人 我们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如果有部分坚持的时候 那一般我们有的时候 会告诉我们的客人 您要不要尝尝看 有的时候会让你有 那个出乎以意料之外的 惊喜也不一定 除了热菜的改良之外 在食材方面的选用 和汤头的如何体现 都是由混转速的过程中 需要面对的难题 其实素食真的是蛮难做的 我觉得要把蔬食做得好 比荤食还难 因为荤食的取决 有很多东西提鲜 就很容易就带得出来 可是素食不见得 像我们一锅高汤里头 我们就放了很多的料 不像荤的就很简单 就能够提它的鲜味出来 但是一个坚持 加上用心的料理 这家老店 如今重新赢得顾客的喜爱 也慢慢地改变了 顾客的饮食心态 他们以前在卖荤的时候 我就来了 对 因为味道都保持这样 一直都没有变 所以我觉得他们素的 做成这样的味道 算已经不简单了 所以我一直都从昏了 都吃到现在来吃 尤其现在对健康都很提倡 大家都养生 吃一些蔬果 蔬食 所以我觉得这都对我的家人 都很有帮助 这家以御膳点心闻名的老店 曾经创下单店 将近四百万的月营业额 转型出奇 生意就流失了大半 但是不间断地研发与创新 让他们的脚步渐渐回稳 例如尹大纯在点心类的基底上 就下足了功夫 那我们这些宫廷点心都是尊无法 然后手工当天制作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就是 受到客人很受欢迎的一个重要的地位 宫廷御膳其实有很多的产品 都是比较稍微重口味一点 那对于这些荤食的客人来吃的话 如果它是想要吃比较像荤食的感觉 因为我们没有塑料在里头 那就必须要用这些清书来做 那就是在口味上面就是有独到的一个地方 那让它吃起来就不会那样平淡无味 不像到了素菜馆的那种感觉 这是我们的特点 是这样子 努力了十多年 菜色展现出竞争力 随着健康饮食与环保意识的抬头 前来光顾的客人也越来越多 宫廷御膳餐馆的大转型 保留点心的根基 加入素食新元素 同时满足了新旧客人的喜好 而新手理念也让这一家御膳餐馆 开创了崭新的未来 现在这家北方菜餐厅 不仅是在台湾站稳了脚步 2012年更是迈开大步 在北京开了第一家分店 这个因为信念而将餐饮事业 大逆转的故事 是不是让你有所感动呢 如果愿意 请让我们一起来当蔬食生活家 蔬果生活制与您分享蔬食大小事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曲 杨茜茜